竹育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抄满了三字经 但是下课都没有讲黑板上的内容 我就想做一个好人 就招呼另外一个小伙伴把黑板擦干净了 结果快放学的时候老师指着黑板问是谁干的 我恶化不时就站了起来 跟我擦黑板的小伙伴也纹身而起 当时全班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我觉得特别的自豪 我老师叫我俩站上讲台上 当时还在想 哎呀当众表扬多不好意思啊 随便给多小红花就行啦 结果老师跟我们说那是明天要讲的 而且刚刚有一群小朋友把画画的纸丝的满屋都是 所以我俩直接撞枪口上了 还越骂越激动 我身边那个小朋友顶不住了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当时我也很想哭 但是我咬着牙坚持 因为我觉得是我带头的我不能哭 说时迟那时快 我脑海里就突然想起了电视里的片段 就是那些只要你跪下我就咬你一命的那种 当时我在想一个动作换一条命也太直了吧 而且我从来不觉得男儿戏比黄金贵 于是在同学的注视下和老师的透霉中 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头还重重的磕在地上 接着全班寂静 老师不骂了 小朋友也不哭了 接着老师颤抖的对我说你先起来 我心想这不是电视剧里闲地请起的情节吗 于是我不卑不看的大声说 不我不起 旁边的小朋友看好像挺管用的 于是扑通一声跪得比我还想 接着因为丝花花在旁边罚站的小朋友 一个接一个也学的有模有样的 当时班里作者的同学哪里见过这种正式 一些胆小的直接就哭了出来 这下好一个哭各个哭 班里又是哭声又是磕头声的不绝余儿 之后好不容易被安抚好的我们发现 你哭老师不一定会停止骂你 但是你跪就可以 之后的一周老师痛苦万分 不得已只好把我老爸叫了过来 老爸当天晚上特别的生气 说我不是爱跪吗